三百國際婦女節 在這裡祝願各位女士們 每個都生活得開心、幸福、快樂 開心當然重要 婦女的精神和情緒健康都很重要 不用忽視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 歡迎陸證詩醫生 跟我們談談這個話題 盧醫生,你好,盧醫生 你好 女生想請教一下精神情緒問題 是不是女士們比男士多的呢? 確實有些精神的健康問題 比較常見於女性 包括抑鬱症、焦雷症和飲食失調症 飲食失調,即是飲食暖濃的 吃得人脹胖胖的 也可以太瘦 也可以太瘦,也算的? 也算的 一般女性患上抑鬱症或焦雷症 比例高多少呢? 如果對比女性和男性 女性多於接近一倍 一倍? 為什麼女性比男性多呢? 沒有單一的原因 不過我們特別會留意生理因素 和環境的因素 生理因素是怎樣? 先說生理因素 特別我們會留意女性的賀爾蒙 在不同的階段 例如加入青春期、懷孕 或者去到今年期的時候 其實女性的賀爾蒙都會有很多轉變 所以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生理原因 導致女性的精神出現轉變 是… 除此之外,我們特別要留意環境因素 特別是社會對女性的期望 包括以前傳統都會說 女性應該在家裡照顧小朋友 做家務 所以很大部分女性以前都會放棄了 自己的事業、工作去照顧家 某程度上可能對她 都會造成一些壓力 以及一些情緒的負擔 不過我們也要特別留意 這個數字未必完全反映現實 因為女性比男性 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 而且勇於就著自己的情緒問題 求醫 所以可能一些男士都有情緒狀況 但她未必會表達出來 藏起來… 藏起來… 什麼女士會特別高風險呢 我們可以分為內在的因素 以及外在的因素 先說內在 有些女士可能有家族史 患有精神不健康問題 即遺傳的因素 會令自己更高風險 是 第二,就是一些個人的性格 可能她的人比較悲觀 如果她的女性比較高風險 或者她的自信心比較低 也會令她更高風險 是的 這個外在的因素 可能她的社交支援網比較弱 是 可能是一些單親媽媽 或者是送偶 或者可能她離婚也會高風險 再者,可能她小時候有些不愉快的經歷 例如很小時候已經失去了父母 是的 而且如果一些女性 可能她的教育水平比較低 或是精神能力比較低 也會高一些風險 剛才你說到遺傳 遺傳是否整個一個區體上的遺傳 生命的遺傳 但會不會是我媽媽有的 基因裡面她有,我沒有 但她有精神病 我和她一起生活 也會令我的人也有精神病 有機會 這是正正剛才所說的環境因素 對 可能會令童年不特別開心 或與父母的關係不太好 也可能會增加風險 對 而且外面的人也覺得 你覺得女性比較多仇先感 又比較脆弱 會不會因為她們經常想一邊 又會有多些機會 其實這個概念 覺得女性多仇先感 可能是因為女性比較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 你覺得她勇於表達? 對,比起男士 男士比較多,內斂一點,收藏一點 對 如何察覺自己的情緒已經出現問題 讓我們可以提高警覺 知道去避免情緒的問題 我又想問你 你自己已經開始覺得情緒的問題 怎麼會察覺到呢? 我覺得有問題,會不會呢? 劉醫生 如果最簡單直接 就是有些人真的會覺察到 自己的情緒持續低落 能夠醒覺到的 沒錯 或者持續很緊張,或者很猛疹 或者身邊的人會覺察到這件事 提醒他 沒錯,這就是最簡單直接 或者身體上也會出現一些變化 包括睡得不好 胃口轉叉,可能體重下降 或者身體出現很多不同的不舒服 而無法解釋 又或者可以留意日常生活的轉變 可能上班的能力比以前不好 學生的話,可能學習上出現很多困難 集中不了,經歷轉叉 特別重要,我們要留意一下 有沒有情緒的紅燈景號 會不會出現一些負面的思想 譬如覺得自己很沒用 覺得世界很沒希望 甚至出現自殘、自殺的念頭 這個旁邊的人才能看得到 他自己可能猜猜猜猜 他沉迷了很久 根本我們自己也未必知道 會不會呢? 會的,所以身邊的人的觀察 對我們醫生的診斷非常重要 要診斷又如何診斷呢?陸醫生 其實剛才所說的情緒狀況 我們都是臨床的診斷 全部都是臨床 沒錯 臨床的診斷,我們當然要見病人 去了解他的症狀 以及對他生活的影響 是 除此之外,我們特別要見他家人 身邊的人 去看看他們的觀察是否吻合 再且我們會有時用量表 去幫助我們的診斷 看看症狀,病人覺得多嚴重 用什麼去決定他有多嚴重呢? 其實可能他會有量表告訴他 究竟這些症狀是多常出現 對,以及多影響他 他可能會有量表計算分 讓我們輔助我們的診斷 是 但雖然是臨床的診斷 我們必須要有身體檢查 甚至抽血檢查 去排除一些生理因素 而導致這些情緒轉變 是 確診之後 後來在治療方面會如何安排呢? 在治療上,一般會介意藥物治療 加上心理治療 然後病人需要回來定期覆診 去了解他的狀況 兩樣是相同的 沒錯,相關齊下 當發現需要吃藥物 是否要長期服用呢? 一般來說,如果開始吃藥物 都要持續吃 但某個期限都很因人而異 為甚麼? 治療方法 都很個人化 視乎病人的症狀嚴重性 還有他有沒有大機會翻法 每個都不同? 每個都不同 不過我們也有些數字可以參考 例如第一次患上抑鬱症 由療癒症狀得以緩和計算 我們建議藥物治療 持續大約六至九個月 當然,很視乎當下情緒的症狀 如果情緒症狀很反覆 我們會建議長一點治療時間 如果在治療期間 生活的作息或調配有甚麼不同? 生活的作息也要建議 穩定的生活和作息時間 是 因為舉例抑鬱症的病人 可能作息時間會比較亂 可能晚上會失眠 又可能日後很累 我們也會建議 一個穩定的作息時間的盡量 有限制哪個時候要睡覺? 盡量跟回晚上睡覺 也不要太日夜顛倒 是 再者也要溫行飲食 盡量做運動 要甚麼運動才適合? 第一個,有情緒給人家 其實任何運動也好 比完全沒有運動 那我去逛商場、公園 四處去看東西 這算不算是一種活動? 動動也好 是嗎? 對,也要離開家 因為有時候患症的病人 沒有動力 所以很多時候會留在家裡 不外出 是 所以建議嘗試啟動自己 離開家裡,出去逛逛 就算逛商場,也好過完全留在家裡 是否舒緩性會比較好? 其實是一種尋找自己 有其他興趣 或者屬於自己的一種舒壓方法 但患者身邊的伴侶和家人 朋友 其實有時候可能對著他們 都不知道怎樣做 他們可以做到甚麼去幫助他們? 有,我經常看到他們說 你不舒服,你是不是情緒有問題? 你是不是不妥,你快去看醫生 是這樣嗎? 這樣可能會吵架嗎? 其實會的 所以家人和身邊的人 最主要是一個陪伴的角色 是 嘗試了解他們在經歷的情緒 在經歷的困難 我們不需要加撻太多個人意見 即是不要慘意見 不要說自己的事 儘量不要加撻太多個人情緒 譬如呢,為什麼不要加撻? 譬如說,你這樣不睡覺 我真的很生氣,你不可以這樣 你會加撻太多情緒 好像說難怪你… 難怪你有病 其實病人的感受很差 聽到也不舒服 沒錯 其實由開始情緒出現問題 至精神出現問題 是否要一個很長時間 才會由情緒變成精神 會有一點錯亂的情況 說到精神錯亂 可能就是症狀比較嚴重 嚴重了 沒錯 有時去到嚴重一點 意思是出現很多負面思想、行為 甚至嚴重的情況 可以出現幻聽、幻覺的狀況 去到那裡之前也會有少許時間 所以提早去覺察到症狀 非常重要 生活上,或者服藥等等的要求 醫生有什麼特別給他們履行 例如生活上,剛才說過 就是要均衡的一個生活 作息要平時 作息要好 對 如果吃藥方面都會建議 是要醫從醫生建議的事 因為我曾經遇過一些朋友 他真的有情緒病 他說今天很精神,我已經沒什麼 他就不會服藥 但是不知道是否好 你覺得應該如何處理 我通常會建議病人 不要擅自停藥 即是精神狀態也不應該停藥 沒錯 如果他覺得自己的狀況好 我們會建議他回來覆診 跟我們說說他最近的狀況 就算需要停藥 都是醫生替他慢慢做暴停 我們作為朋友 我現在做一個觀察 看看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觀察到身邊的朋友或家人 在什麼狀況之下,我們要求醫 以及要怎樣避開 不要說是偽疾的情況 對,譬如觀察到身邊的人 持續情緒產生轉變 可能持續低落,不開心 又或者… 真的要看著,要盯著他嗎 我們也不要盯著 因為這樣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對,譬如我們日常生活 在身邊也會見到 或者看到他們的生活已經受影響 可能不能上班 或者上學也不能上班 我們又要留意一下 又或者剛才說的警號 如果他開始有傷害自己 或者負面思想,我們要留意一下 謝謝你,陸醫生,清楚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記得要請教一些專業人士 千萬不要自己轉牛角之馬 你不留意一下 要研究竟然會失敗 叫做這一句 好,要這樣的 一句子